注意看 这条巨蟒正在褪皮 不料却长出两条腿 它扭动着身体 最后竟显现出人形 长出来的双手正用力撕扯着身上的蛇皮 第一次修炼成人 它还不太会掌控自己的身体 只能在地上如动扭曲 蛇人渐渐褪去身上的皮 转眼就出落成一个大眉米 变成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尸的 女人拿起草丛里的鳄鱼蛋直接炫进嘴里 连可一起吞 也不用嚼 和蛇吃东西没两样 虽然是第一次做人 她也知道出去要穿衣服 于是去河边偷了几件女人的衣服 还下水洗了个澡 刚才还满身污泥的她再出来 就已经是亭亭玉丽自带妆孝的美女了 至于她变成人的原因 却是为了她的丈夫 几天前她还是一条蛇 和丈夫在树林里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 没想到这一切被一个无理老头打破 老头让手下抓了那条公蛇 因为她得了绝症 听说蛇女神有条玉石项链能治病 她就来森林抓蛇了 手下是本地人 本不愿帮老头抓蛇 因为这会冒犯到蛇女神 但在老头的武器威胁下 还是妥协了 没想到他们抓的正是蛇女神的丈夫 蛇女神只好幻化成人 出发去寻找自己被抓的丈夫 蛇女神穿着偷来的衣服 走到小镇上 这里的居民正在举办狂欢节 大家围在一起快乐舞蹈 不远处传来蛇舞曲 女人随之翩翩起舞 扭动的腰肢吸引了两个单身汉的注意 他们面带猥琐地接近女人 贴在她身边假衣热舞 下一秒就用头套罩住女人 将她快速拖进里屋 两个混混对着美人 一边露出邪恶得意的笑容 一边步步紧逼 殊不知对方正是蛇女神 见女人表现出抵抗情绪 两人开始实施暴力 对她又推又打 女人连连后退 处处透着无助可怜的模样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两恶人的同情心 反而更加嚣张地想要更进一步 耳光和拳头悉数落在女人身上 因为不会说话而无法呼救 她无处可躲 对方变本加厉 但她们马上就会非常后悔 女人的面部开始变异 她扯开头发露出蛇的皮肤 全身的骨头也在逐渐变大 能看到明显的凸起 更令人震惊的是 女人长出了一颗新的脑袋 对面的两混混瞬间呆住了 没想到刚才还是柔弱女子的她 竟变成了一个蛇形怪物 两人吓得走不动了 怪物还在变化 长出了一条巨大的尾巴 头也变得尖尖的 像一个蜥蜴头 同时她的眼睛也在变 从后往前移动 嘴里长出蛇的毒牙 能喷射出致命的毒液 蛇女神完成变身 朝她俩张开血盆大口 下一秒咬住男人的头 将她甩了出去 剩下的那个拼命往外爬 可还是被蛇女神用尾巴给拖回来了 蛇女以牙还牙 像她们之前打她一样 一次次地重击男人的肚子 就这样把她给打死了 另一个也被她一口吞下 饱餐一顿后蛇的肚子补起 只能侧躺着等待消化 同时恢复成半人半蛇的模样 消化完后女人再次上路寻敷 没有方向的她四处转悠 被好心人送进了警局 女人一眼就看到墙上张贴着 那个老头的照片 她是嫌疑人之一 女人扯下照片愤怒地捏在手里 奈何不会说话 一下子激火攻心便晕了过去 善良的警察把她带回了家 因为两夫妻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 警察妻子就把蛇女当女儿养 对她很好 不久警方发现那两个混混的命案现场 但是地上只有一坨压缩物 里面混杂着人衣服和随身物品 死者的身份尚不明确 警察不禁感叹从未碰到过如此离奇的案件 一时半会还找不到其他有用的线索 与此同时镇上命案平发 不过奇怪的是 死去的都是最有应得的人 比如家暴男 警察还发现每个现场都残留有蛇的毒液 女人身上被蟒蛇缠绕 但她不仅不惊慌 反而露出高兴的微笑 因为这条蛇是她的丈夫 女人的本体则是蛇女神 半小时前 一名男子曾接触过蛇女神的丈夫 女人寻着气味找到这里 没想到对方再看到她后把腿就跑 女人只能在后面追 不料男人跑到街上时 没注意前方来车 在一个拐角处被车撞飞 当场隐恨西北 正巧那个警察看到了这一幕 等想去寻找蛇女时 对方早已消失不见 蛇女的丈夫还被老头关在玻璃箱里 因为缺水缺食物 已经奄奄一息 老头见蛇女迟迟不出现有些着急 用钱刮下蛇皮表面的泥液 然后涂在手下脸上 让他们出去转一圈 引蛇女过来 蛇女神果真寻着气味找到了这里 看到丈夫后不禁和她缠绵一番 可惜丈夫还是死了 老头还提前设下陷阱 用不列网抓住蛇女 老头朝她开了一枪 逼问她的玉石项链在哪 危急时刻 警察和她的助手赶到这里 并开枪打伤了老头 助手赶紧救下蛇女神 元气大伤的她用尽全身力气 朝地上的丈夫爬去 可惜丈夫已经无力回天 永远地离开了她 蛇女瞬间暴走 开启变身模式 幻化成半人半蛇的状态 将恶人老头整个拎起 再用力一扔 老头直挺挺地摔进玻璃箱 被活活垫死了 最后蛇女神抱着死去的丈夫 伤心地走了 不久生下了一堆蛇蛋 蛇女神后继有人了 警察这边她的妻子也顺利怀孕 算是蛇女神对她们的报答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御蛇》 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印度片 其中蛇女变身的画面 让人印象深刻 蛇女神在《寻夫之路》上 还帮助了很多人 承恶扬善是她的行事准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与人为善有好报 勿以恶小而为之